考场内比拼的是孩子们知识积累和发挥 考场外,陪考家长的表情不一 有的欢向为考生减压 有目送孩子进入考场的焦虑 表情背后各有各的温情一面 6月8日,中国新闻社记者 用镜头记录下这一段段表情故事 当天下午,记者在来宁市第13中学的考点看到 有的陪考家长或西地而坐聊着天 有的则倚靠着良亭石柱,东张西望 在考场外的马路连侧 随处可见陪考家长们的身影 早上6点40这样子起来 大家紧张了,考试吧,还能很重要 就是怕别人以前地方摆出人贴 李明告诉记者,他和爱人经营着一家餐馆 高考期间,他们暂时放下手中的活 和孩子一起并肩战斗 对我们也只是考验,警察也在修啊 目击啊,报好学校啊 也方面我们得千里了解啊 李明称,陪考这路不容易 他希望孩子的追梦之路不孤单 再多的困难都将会迎刃而解 小孩呢,考得好愉快 比较紧张,要不大好 在附近就说给他买个椅子坐一坐 考虑到时间等得比较长 对,我们这就在里面 等于就是说,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很慢,就担心,有很多担心的 做父母的一番独有这种心情 也有的家长认为,保持一颗平常心态非常重要 这不仅能够让自己的心情舒畅 考试,比较紧张 当考生们陆续走出校门时 等待多时的父母们总会笑容满面 送上一句温馨祝福 考完一门,切一门蛋子 希望自己能考上理想大学 你们给大家看 使用高调权类作家 编 grit